其实对于赛场来说变化是最大的 是 今天是YTG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这个换了新鲜血缘 新的教练之后的不一样的一面 对 而SN格换了人 换了阵容之后 却没有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周以来训练的成果 是的 好 让我们来进入SN格对战RNGM的第二局的对抗 目前RNGM是1比0 暂时领先 而SN格处于逆风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不为强敌 勇往直前 拿下这关键的一局 然后将比赛推向制胜 决胜局 好 看一下蓝色方先半 搬掉张飞 先半张飞 一般啊 一般给到了这个辅助一哥张飞 对 RNGM还是要替代一首关羽 毕竟这一局现在是后半候选了 对啊 RNGM教训说 上他比赛搬漏了 既然把关羽放出来给他 不行不行不行 非常得翻掉 而且我们在红色方 上一局确实给到了无痕很足的一个限制 对 但是他的经济依旧是领跑自己家队 是的 好 SN格继续针对了一手暴风锐 将诸葛亮送上班尾 RNGM的二班 这一手是不是给到百里选策 我觉得还是不能放 因为现在两边在对抗的第一局比赛当中 能够看到打野都是核心 百里选策作为这个版本野区的霸主 开团的最强的打野英雄 干客成功率极高 三班给到了江泽之后 看RNGM的最后一班 现在选策还在外面 对 选策不办的话 我觉得SN格有可能会首强 嗯 来一下来看一下RNGM的最后一班 这一班如果不搬选策 花木兰就放给了SN格 毕竟是在蓝色方 开始我们来期待一下 现在RNGM比较的胶着啊 因为现在放出的一种比较多 搬掉了哪吒 哪吒搬掉 放出了百里选策 谁说女子不如男 但是SN格选择了让吴恒 还是稳一手上班 对 稳一手吴恒的位置 因为毕竟花木兰切了重剑霸体之后啊 他不会被勾走 是 那么旋侧放了出来 很难看到旋侧放出来啊 太难了 之前在比赛当中 吴恒也是使用过四场花木兰 对 孙并 一手拿了一个孙并 因为祝贵亮上班位 要保一手暴风锐 再加上百里选策 已经选策自家拿了 这个就快了 百里选策抢过来之后 我们要期待一下RNGM 他们在边路位置 以及辅助位置上会选择什么英雄 是 因为旋侧拉回来人必须要有高额伤害爆发 来补充 甚至于有可能这场比赛顿病就是一个辅助 不会去打个中单 嗯 这个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 因为现在的野斧联动啊 讲究的是一个辅助控制 打野爆发 但是如果打野爆发的话 双边就一定要有高额的爆发 是 你的选策可以猎人 那我还是选手冬皇太一来咬人吧 还有老夫子 嗯 双边确定了下来 都是可以抓人的英雄 对 应该是定了 毕竟S仙格他们 对于冬皇太一的英雄来说啊 先看到了威放的塔兔使用冬皇太一 打出了这样一个强压的一个效果 对 但是通过上一场比赛能够看出来 S仙格他们在前期的入侵率明显不够 使用了冬皇太一 基本上没有过过河道 也就是说一直在守自家野区 而冬皇太一他是一个进攻型的英雄 没错 而且在前期四季之前的话 完全就可以碾着对面打的 对于对面的buff 即使是自己残血了 也是有这个恢复血的能力 对 鱼姬 走不通的 达摩 就用拳头来打开 都可以 其实可以双边这么选 啊又是个四驱堵合 我的天呐 好像一招先吃遍天 到底要怎么换 要换一个曹操 曹操应该是在今天赛场上第一次亮相 定下来了 曹操和达摩 这套双边的爆发是不错 奉我为主 是够的 又是阿柯和武则天 这一套阵容感觉就是 AZ先格今天要拿出来 就是要跟RGM硬磕的阵容 但是 哪吒被搬了 哪吒被搬了 对于AZ先格的阿柯和武则天的针对就没有了 是 那么这局比赛能不能把打出来打出效果 也是很关键 如果真的是要这么打的话 其实上一场比赛AZ先格为什么不会把哪吒给搬掉 这我就很奇怪 上一局哪吒确实也是限制了AZ先格的整套阵容 这一局还是要拿出阿柯和武则天 RGM这里的话 一手孙并和选策也是一个双加速组合 加快比赛的这个节奏 对 孙并选策是给自己加速 孙并是给队友加速 这样的话就加快了孙并的干个节奏 又选一手装周 这手装周是来化解武则天的控制 两边都没有射手 阵容已经确定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AZ先格 他们这套阵容跟上一场比赛 只有一个上单不一样 把关羽换成了花木兰 RGM他们这套阵容的话变化就比较大了 同一个纯先手阵容 变成了一个趋向于攻守均衡的阵容 在边路的选择上 一手抗压的曹操 再加上先手的达摩 来弥补中西的团战上先手能力不足 而孙并的辅助 可以说是让RGM成为一个涌动机的关键 再加上对面因为有着武则天的 超广域的一个大招团控 让装周进行完美的化解 选出一手装周 对 这有点攻防艰巨的阵容 是 AZ先格他们这套阵容的话 就是进攻型 看这一局阿克能不能够走出来 包括成鬼的东皇太医 能不能够配合自己家的英雄去对面野区 包括去干客人头 这套阵容的话我们还是要期待一下 因为这场比赛花木兰给到的并不是吴恒 吴恒这是老夫子 之前其实他二手选出老夫子的时候 我也在考虑 对 这个花木兰老夫子究竟怎么适配 因为吴恒的老夫子 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开团能力强 他基本上就是我 我就偷偷你家爷 偷偷我家线 我就去支援了 而在这个赛季的吴恒呢 跟上个赛季的区别 就是上个赛季的吴恒有点趋向于无限单带 而在这个赛季的吴恒呢 他其实有更强的团队意识 偏向团阵型的老夫子 可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目光 全部放在吴恒身上 因为这场比赛的阵容 和上一场比赛几乎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目光 放在成轨的东方太医 以及汉匪的阿柯身上 看一下这里 衣装装装带的是一手逞击 带了逞击 因为现在装装带逞击是 KPS赛场上基本上都会这么去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装装是目前排上 就赛场上和王荣耀里面 唯一一个可以自带进化 被动的一个衣装 所以他带成绩 第一 保自己家的buff和野怪 第二 入侵对面野的时候 可以择击进行抢夺 而且对于双农buff的话 也能够有一定的保护能力 保自己家一手buff 好了 进入双方的对战画面 蓝色放AS线格 红色放RGM 我是本场比赛解说 Gini 我是瓶子 那这场比赛 这个加速阵容 RGM要干 没勾到 这一波如果勾到的话 汉匪就死了 晕住了曹操 对 结果没打起来 刚才那个勾子都已经 都已经命中了 第一段的晕已经出来了 但是回勾的勾子没勾中人 所以太危险了 看下中周的位置 一下去探了一下 对面的蓝buff还是走了 由阿柯拿到一蓝 对 守住自己家的buff 其实这道阵容 AS线格如果选择不入侵的话 是能够理解的 第一点就是前期阿柯伤害 实在是太低 普通攻击的伤害 暴击只有120% 我们要知道 白里守约这个英雄 暴击的普攻伤害 就已经有180%了 在目前的这个版本当中啊 暴击伤害最低的两个英雄 第一个是阿柯 第二个是孙悟空 孙悟空在改版之后 将被动改成了20%的暴击 暴击率 但是他的暴击伤害就只有150% 今天比赛当中 白守约是始终又上场 看下这波 这一波成鬼冲进去 但是吴恒很弱很弱 阿柯 要拉开距离 勾到了 冲过去 有没有二技能再想拉一下一个大招 直接拿到了吴恒的人头 但是无奈一笑已经交出了一血 而在这里成鬼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被动 小球已经全部放完 下路这一波打了一个一换三 前期二人间 又再一次的三个人头 又将局势在前期稳住了 并且打出了优势 下路这一波前期的话 是由汉匪的阿柯拿到对面庄周人头 但是同时呢 白礼选策是拴到了无痕的老夫子 把拉回来之后 又秒掉了东航太医 所以这一波前期节奏 对阿柯来说是比较伤的 这首伊恩的白礼选策太伤人太足心了 但现在就是看阿柯能不能发育起来 不断的野区被入侵 白礼选策反野是没脾气的 白礼选策反野特别简单 二技能勾中 一技能 拉出去 然后二技能再甩到自己的背后 一个大招把自己也切出 自己直接拉出一个 一个buff坑的一个范围 然后再用成绩收掉 是的 无痕 对线良辰 前程在对线上避免了跟无痕交锋 这场比赛 达摩其实对阵老夫子的话还不错 因为他的被动 其实两个英雄都还不错 一个达摩是有被动回血 而曹操又有大招回血 能够支撑到自己的队友支援道 而且中路是个孙并 跑得也够快 花木兰和曹操一波护蹲 RGM还是要跟你玩心机 中路蹲一波合到草丛 这波再蹲 他勾到了 一技能拉回去 直接大招 秒了 顺秒了 这就是白礼选策 是的 一旦练中你 你基本上没命逃 在A级超王会 第一次拿出白礼选策的比赛当中 对阵对面的江子牙 就每每在这个位置 不断地扣对面 不断地扣对面 是的 直接将整个皮肢给勾锋了 达摩又定到了 吴恒直接是击杀了 这个虽然咬到人 但是对面的人数过多 还是焦掉 再拿一下这条暴君 对RGM来说 这个节奏是喜滋滋的 前期三分四分钟的时间 经济差拉到了3000 这个速度太快了 而且悬测这个英雄 就是可以无限滚雪球的一个英雄 一旦你抓到你第一条命 第二条命 包括你的野区 你的节奏都被我掌控 这套阵容里面 阿科太难发育了 而且武则天 也没有立足之地 搬掉了诸葛亮 确实是针对了暴君瑞 但是把孙并放给对手 虽然双边的英雄比较好 老夫子加上花木兰 对线线上没有任何的压力 但是在中野斧 这一套对抗上 首先你老夫子过去 老夫子你支援不到 花木兰你支援不到 只能依赖阿科的前期爆发 阿科跟东皇太一 这两个英雄配合确实好 但是这个好好在中期 阿科做出自己的核心装备之后 是 否则东皇太一咬到人 没有任何爆发技能打完 就秒不掉了 而且RGM始终是在中路蹲守 对 这让ASM格非常难受 没有办法去中路摊视野 就等嘛 只要你敢出来 我就勾你 其实ASM格也感受到了 是花木兰老夫子 上下路分带 对 而留阿科在自己家野区刷经济 始终是不敢妄动 线上没人了 肯定是要走的 武龙又被抓 乌痕这一波没走掉 又来了 阿科绕后 什么压力血量 这个人没杀掉 被动没刷出 没办法 咬中的是一个装周 咬谁都不能咬装周 这时候如果咬到装周了 第一孙病 二技能抬出来 是 第二装周免伤 虽然说他解不了这个大招 基本上打出了伤害 也都被化解掉 对 虽然说你 也就是说 虽然他自己解不掉 但是你也杀不掉他 你就浪费了 冬皇太医的一个大 下路一个外塔被推掉 还要入侵一下你的野区 这个节奏太快了 是 本来就有一个 可以加速孙病 加上旋侧 前期节奏就是很快 白体旋侧是目前版本当中 比韩信速度还快的一个英雄 要说前版本韩信最快了 没有质疑 这个版本白体旋侧一出 韩信都得退居二线 这也是为什么JC的重情 在白体旋侧 总是被搬的情况下 选择了韩信 因为现在他们的打法风格 就是抢节奏 RGM选择了孙病之后 他们的节奏也是非常的快的 是的 两枚金插已经拉到了 五千左右 刚才五横的老父子 是出道了末世 也是想要补手输出 但是在中路感觉这个中塔 岌岌可危了 对 野和阵容是很稳的 但是野和阵容 他们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 在前期 你选这个打野英雄 一定要有足够的爆发 如果打不出爆发 那么就基本上黄了 一笑抢了 有成绩 而且是小成绩 不需要瞄准的 咬住了成鬼 怎么会咬不死啊 一笑已经肆无忌惮地在对方的野区横行霸道 甚至一技能Poke阿科 中路压一波兵线白体旋侧还在四击放钩 对 出不了塔 可以说 艾亚仙鹅从开赛到现在 这一局的野区是完全暴露在对面的视野当中的 又试一下 不过这一波反差的不错啊 花木兰加上 武则天的大招 一套连控 武则天大招只要一中 也就意味着于宇的花木兰 中剑一技能肯定可以中 命中率100% 即将8分钟 第一条主宰刷新 艾亚仙鹅也是早在这个龙坑附近蹲守了 对 现在除了曹操之外 整个RMGM的参团率都是在90%以上 每一个人都是有至少8个人头的参与度 要么就是助攻要么就是人头 好 我们来看一下A.S.仙鹅 他们的助攻率非常少 每个人参与率就只有50% 而且出现了单杀的比较多 是 而两边经济已经不知不觉中拉开到了6000 这就是经济差的体现 是 如果不参团 经济差拉的肯定大 曹操开大招直接顶塔 练中了鱼鱼 还要拉回来吗 这边二技能链子断掉了 是 选择了一波撤退 神病二技能回血 诶 无痕这波打荡层 一拳上墙 队友赶到 来不来得及 杀了 是的 成鬼这波大招交了 大招交完就得脆了 阿科也出到了比较关键性的装备 无尽战刃 对 终于啊 是 无尽战刃做出来了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有点晚了 一个刺客性打野 在前期野区被无线针对 线上给到花木兰加上老夫子 基本上也不会把钱让给阿科的 所以说阿科又只能保自己家的野区 然后又在不断的被RNTM入侵 你看这一手装周带了一个成绩 目的我就是为了进你野区 你敢跟我打吗 你不敢跟我打 你打不过我 而且一直黏着阿科的 起了个虎皮鱼 好 这边又选择了撤退 进野区逛一圈 六个弯 发现没东西 那我就走 走完了之后 时间差不多了 小地图刷新 我再进去一波 涛涛已经进去了 看到没有 这根本就是不讲理事入侵啊 强盗事入侵 就是只要有机可乘 我是一定要占平的 我第一波进去 我看了视野 这波选侧探讨 反推 有机会杀了一人 再来一下 中间大咬 咬咬 找到机会了 这一波杀掉了两人 看下有没有机会开主宰 是选侧太大意了 对 一直在那蹲 好的让你蹲 蹲一次我中了 蹲两次我还中 蹲三次我就不会中了 是的 而且我反蹲你一波 对 真的猛事是不会在同一招之下 倒下三次的 哈哈 那么这一波打完了之后发现 RGM还是把视野站得非常好啊 没有给亚斯坚格任何机会 去打暴君和主宰 黑暴君和主宰都没有动 这样的话局势还是非常的 没有办法拉开 这波拿两个人头 但是亚斯坚格没有趁机去拿buff 反倒是推了一座下路的外塔 对 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要等待的就是阿柯装备成型 嗯 现在花木兰的经济已经7000了 这个经济非常不错 亚宇能不能在这个时间点把局势稳住 然后让阿柯后来居上 沉默打出 二技能再接 这个清洁二技能标状达摩 但是 自己一个人输出不太够 现在的RGM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并没有选择强打了 选策也是谨慎了许多啊 一直是由孙碧护航 现在一校 一校仿佛就在陈轨身上装了一个GPS 他去哪儿他去哪儿 完全不给机会 而且百里全策 只要自己的队友 辅助达摩曹操 不进对面的野区 他就绝对不会过河道 保证自己不死 老夫子一直是看住了下路的兵线 对 这套四保一 野荷体系的打法确实很变态 在中路拉扯一波同时 如果不过去可能来不及 宇宇已经发现了 宇宇要过去抢 这波先甩个二技能 但是一拳上墙 大招能不能抢掉 过去暴风锐收掉了主宰 我的天大招收掉了 还是被孙斌拿下 那这一波 宇宇也没有能够抢成功 这一波再一个反追 神弹已经死了 去到了一个中单 辅助成鬼打不过宇宇 一波中剑回推 再切一技能 能不能换掉一个人 直接绕到了后方 宁愿顶塔也不吃你的技能 而无痕再被围剿 RGM这一波打了一个 一换五团灭 中路应该是可以破高地 复活的时间最快的14秒钟 来不及一波 二塔成功推掉 高地塔也是岌岌可危 只剩神男一人即将复活 一波一下会复活三个人 所以高地破完就要撤 因为RGM现在的血量都很残 而且武则天是没有大招的 可以直接点回城 刚才那一波无痕骑士 还是牵制住了一些节奏 他首先单杀了一个装周 被对面牵制的同时 他也是把对面打成残血了 关键是杀了个装周 就是因为杀了个装周 如果杀的不是装周 杀的是孙病 结局就不一样了 而且鱼鱼一个人是推到了对面两个 达摩加上曹操 非常的遗憾 不过RGM这一波的一个团战 打的确实非常的完美 两个战士 特别是达摩最后在面对花末兰中间 一技能蓄力的那一瞬间 交出了一技能绕到花末兰的屁股后面 宁愿顶塔 而且那一次的顶塔是曹操先顶的 因为花末兰血量很残 而因为达摩的血量很残 不能让自己的队友去顶 如果顶的话必然会死 没错 主要是达摩先手被单抓了 所以这些细节的配合 导致RGM在今天的这两场比赛 对阵AZ仙格当中 总是能够在团战上占优 还剩一条只在先锋 看AZ仙格怎么化解 陈鬼先做出了霸者 却这种牵制流的 这种对面的这种牵制打法 让自己的其他的队友一起去分带 去打团 让草操去分带 想要分个战场 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二塔 还是有想法的 这是肯定要推了 就像我们今天的赛前 有说到过一点 李源芳和百里玄测 为什么成为我们版本热门班 就是因为他们具有着射手的属性 而有了射手属性又是一个打野 而且百里玄测比李源芳厉害的地方 他还有一个这么强的控制 一波超级边一个沉默交过来 已经带走了这个武则廷的两格血 这个伤害太高了 没错 再反身打一个黑暗暴君 经济再拉的话 要突破一万了 15分钟的情况下 两边的经济差又是拉开的巨大 对 这种经济压制 真的很难去翻 因为我们说大部分的 超过一万的经济压制 都是在双方的经济 全部突破了五万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是神装了 或者半神装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经济落后 你比如说现在A之间格 才三万多的一个经济 而RGM马上就要五万了 这样的一个经济领先 对面就等于是五个人 有四个人神装 看一下这个团战 直接先咬到了一个 按说无痕先手被秒 还没有看出自己的 二技能大招都没放 就直接倒下了 而鱼鱼 并没有闪现接一 下路一波 一笑一换一 非常的无奈 这波如果无痕能够大招 先换掉一个 先捆住一个 捆在这些塔下 那么这波团战 很有可能RGM就回不去了 刚才是东方他一咬住了 带走对面一个人头 咬住了装周 最难受的就是咬装周 再来又回推 杀掉了前程 可以看到现在阿科的装备 已经起来了 已经可以秒杀了 这波应该是可以延缓一下 RGM的节奏 对 总录 首先 不能说现在 AX间隔就完全没有希望和机会 如果他们把经济 拉回一个能够承受的阶段 哪怕就是让对面 在经济上领先5000到8000 也没有关系 现在就是等待的一点 让阿科装备成型 没错 阿科刚才也出到了破军 对 在于他有没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输出环境 核心三件套已经全部做完 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保命装备 接下来 要么就是复活甲 要么就是明刀 我觉得复活甲可能会更好 而现在RGM除了辅助装周和曹操之外 基本上都神装了 曹操也基本上等于神装了 最后一个大剑 所以现在两边在正面的抗层上 现在有一点就是 陈鬼的装备太差 陈鬼大招咬到 就是如果陈鬼大招 强咬装周的话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 就是杀不死 自己死了 被反杀 对 又是一个主宰 有着双成绩的阵容 完全不怕抢 而且两个人成绩都是普通成绩 都没有寒冰成绩了 一眼最后是把打野刀给卖了 出了一个复活甲 这里前程的曹操也是补一手破军 对 曹操现在打到后期了 团队当中在曹操这个位置 也是需要一手输出的 武恒绑住了 绑住了依恩 这波依恩是有复活甲的 完全不怕 闪现冲过去 又被拉回去了 武恒已经阵亡 正面团队上 庄周还交出了大招 一波强追 鱼鱼回身切中箭 一个闪现再打 再砍一刀切新箭 还能继续杀 再A一下 杀掉了 但是无奈杀的是一个有复活甲的依恩 是的 对面是交出复活甲 自己也站起来 而庄周加上草操 两个人已经将A次仙格三个人避在了自己家的水晶下方 RGM目前是五个人健在 中路有着主宰先锋 下路和上路已经即将到达高地位置 A次仙格这一波能不能守住 很困难很困难 已经冲进去了 神男已经被打残 再次练到一人 陈鬼直接大招抢咬 但是无奈再次被勾起 咬到的是一个由复活甲的达摩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 冰线已经进到了水晶位置 而复活的无痕 已经没有一服当官的能力 让我们恭喜RGM战胜了A次仙格 2比0的比分拿下比赛 Let us calm down 好好笑